再看到花蓮縣警局凤林分局南平派出所日前接獲報案 凤榮農會表示 有一名72歲的王姓老翁要匯款新台幣50萬元到陌生的帳戶 疑似是遭到了詐騙 而遠景獲報後立即前往到現場了解 並將老翁帶回所內全說 警方詢問得知老翁表示在網路認識朋友推薦投資理財 有網友每日回報可觀的獲利 讓老翁深信不疑 遠景查閱其手機的內容LINE訊息 發現是詐騙集團經常使用的假投資 生詐財手法 由於網路詐騙的現在日漸猖獗 與其鄉村型的一些金融機構的部分 像只有郵局跟銀行的部分 在宣導方面的部分 也許沒有辦法那麼落實 以至於我們一些長輩常常會受到詐騙 尤其鳳人町金融會這幾年積極在推動金融局的一些政策 那在3萬塊超過65歲以上的話 3萬塊的不管是提領現金或匯款的部分 我們都會關懷老人的這個模式來提醒老人家多重視自己的一些潛意保障 那這次的杜絕詐騙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謝謝我們的行員 平時在專業的受信領域上能協議自用 能協助我們老人家杜絕詐騙 遇到陌生人宣稱有穩賺不賠的投資方式時 應向警政署165反詐騙專線或110專線查證 盛防受騙上當以確保財務安全 記者臨結鳳梨鎮採訪報導